7月在沙巴古达水域的一艘托船 被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掳走的5名马来西亚船员 通过电话希望马来西亚政府能够拯救他们 阿布沙耶夫发言人阿布拉米主动联络新报一名记者 接着把电话交给32岁的莫哈莫里祖安 在长达8分钟的谈话中 李祖安透露他们被关在森林里经常被殴打 阿布沙耶夫发言人表明要1000万菲律宾批所 才会放人 内政部副部长呢 阿都诺加斯兰指示 警方加快与阿布沙耶夫的谈判 已救出李祖安和62岁的阿都拉辛苏马斯 45岁的达尤丁安朱 23岁的朱迈迪拉辛 及26岁的芬迪巴克兰等无名人质 公鱼双 内政部副部长